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又想跟大家做一個測試一天的粉底片 今天的主角是XL的Milky Fit Flute 我的色號是買了MF03 之前我說過這個是我看到最深的一種顏色 但後來我上網搜尋的時候發現其實是有出MF04 只是我沒有預見 究竟這支粉底會不會上網的人說得這麼厲害 好像比美到尊貴的效果 而在我這個敏感三落肌乾肌的代表身上 是不是真的做到好好的持妝 會不會脫妝、浮粉等等的狀況出現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就繼續看我這條影片 我的數碼又回來了 有朋友留言說我的素顏很恐怖 我認過這件事 化妝不一定要天生麗質、臉很漂亮才需要的 我覺得其實素顏恐怖就更加發掘到化妝的重要性 我們馬上開始了 這一款的XL粉底我在香港SASA買的 噴出來其實一支是很大的噴 亦都用不完的 大約用三分二、半噴左右 其實已經夠整塊臉用了 我塗上臉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我的敷方 其實這些印大家都知道 我的十層印 然後 其他地方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除了樣子比較恐怖之外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也是有一點紅筋要遮 但是不多 然後很大的黑眼圈 它也遮不了 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看到眉絲血管完全沒有遮到過 黑眼圈基本上是零的 然後連濕襯這個印也是遮到兩成左右 而且你看到又不算很貼面 很漂亮 我自己就覺得它是一款比較上算自然 它是Second Skin那類型的粉底 我現在嘗試上多層 看看遮瑕度可不可以遮多一點 對比起剛才 現在眉絲血管是遮了 而且濕疹印都遮得七七八八 但是有一樣東西要取捨的 就是當你上多一層的時候 它的妝感就真的明顯很多 是被人看得出你一定是上過粉底的 但是它就透了一點光澤感出來 就不是油光那種的 如果你問我現在 手碰下去 是有一點點黏手的 但是不嚴重 如果我的頭髮 你會看到也不會特別黏頭髮的 都是一兩條 接受到的 在這種天氣下 是不需要用碎粉 我也覺得可以的 因為平時我用這個粉底 都沒有特別用碎粉去定妝 現在時間下午1點12分 為什麼我今天會這麼晚才上妝拍片 就是因為今晚應該也很晚回家 所以就算我這麼晚才化妝也好 我的測試是可以達到 我想都差不多11-12個小時 粉底已經設定好了 已經沒有黏粒感 超清爽 對 沒有任何碎粉的 所以它不算是一個很滋潤很保濕的粉底 但是也不會覺得很乾的 我用了它大約10次 其實我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些 我對它的印象 第一 它是沒有味道的 其實我挺喜歡沒有味的化妝品 第二 它也做到泡沫的效果 妳會看到它一噴出來之後 會有少許的流質 但是不會很稀 是都這個rente 都可以蠻好推的 你會看到這裏 以 intee 是一直延伸下去 我看到嗎 這裏也想可粉底 其他的評論 我會稍後來慢慢地 派對大家分析 現在時間是3點13分 剛剛好 化妝2個小時 我中間做過什麼呢? 我就拍了一條影片 之後等我男朋友來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我忘了帶鏡出來 我也是憑鏡頭去看 會不會乾呢? 我不覺得它會乾 而且這個粉底它塗的時候 有一點覺得它原本是粉底液 塗上臉過了一會兒 像是變成粉末的狀態 看下去現在怎樣 一定是沒什麼了,你都不會看 就是 你這次的粉底不是很白 是嗎? 我覺得是設定了之後 它沒那麼白,但其實 都是兩字色很厲害 搖身一邊,我又回到男朋友家 看到背景應該認得 現在的時間 等我看看 5點25分 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都看著鏡頭了,你會看到 法令文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塗進去 接著 粉底開始 看不看得到 粉底在這個位置 都卡得很厲害 然後看這邊 其實 沒什麼的 看下去 還有粉 不算脫妝 在這個位置比較嚴重 你怎樣去皺眉 它都不會塗進去 我覺得都可以的 至今 不會乾 我沒有用任何 primer 剛才我放了 去跑一會 所以有少少出汗 都不會出油 但今天實在太熱了 你看到我都頂不上 穿短皺衣服 所以它的持妝能力 我覺得都很不錯 在乾性皮膚 或者中性皮膚來說 硬一點 其實今天妝會保持很久 因為我九點半要出去看現場會 可能回到家已經是凌晨一兩點的事 到時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還有做個總結 現在是七點五十分 那妝呢 又脫光了 看到嗎 這裡都出來了 但是臉的位置 都OK的 我覺得 還算可以 至少我今天 全天都沒有補妝 你看到其實 是黑眼圈又脫了 但是這個是遮瑕膏的問題 就不關粉底事 我覺得 你看額頭的位置其實都挺漂亮的 它沒有斑斑薄薄的脫 然後眉眼線那些完全沒有脫 鼻翼這裡都脫光了 你看到其實這裡的紅色都出來了 但是你說面上的遮瑕度呢 看看 那些眉絲血管都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畢竟現在都過了六個小時左右 妝也尚算完整 你看到胭脂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都是一個完整的全製造 所以 都OK 但是 真的不會看到有專櫃粉底的感覺 嘩 看到我的樣子 是不是很睏 現在是凌晨1點32分 即是我的妝 已經化了12個小時 一個對 我是下午1點12分化的 然後 現在除了很睏之外 什麼都想不到 腦海一片空白 但是 我還是要給大家看看妝 對 很明顯我的黑眼圈已經完全出來了 因為我真的很睏 然後 最值得一張是眼線 你看到眼線 真的很尖 但是說回底妝 嘴不好看了 因為我不想補 很睏 這裡完全沒有了 跟剛才一樣 沒有補過妝的 全面都沒有補過妝 然後 鼻液位都掉了 但是 其實臉 還有的 我覺得這個粉底最值得一讚的地方 就是 無論你化了多久的妝 它都是輕型的 它沒有任何負擔感 我不會說化了12小時之後 很焗 不行 我一定要下妝 沒有這個感覺 雖然它是沒有令我有任何的油份出來 鼻液位有 嘔嘔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出油的 所以現在臉上 都有一陣自然的光澤 所以我覺得 其實結論就是 這個粉底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大學生 或者你本身不預約很多預算 去買化妝品的話 它絕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特別是 譬如今天這麼局促的天氣 2月可以穿短袖 所以 OK的 我真的覺得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追求一個底妝 是無瑕的 很漂亮的 很高級 很高貴的話 我又覺得它還未治癒 它還是在開架來說 一個很高質的粉底 因為它不會讓我的皮膚 看上去比本身的皮膚好 它純粹是做到一個均勻膚色 令到臉上 明顯了一點點 當然是看你選擇什麼顏色 但是 又 真的未至於 遮好我的毛孔 看上去毛下 糖瓷肌 沒有的 這就是我對這個粉底的評價 如果 你喜歡這類型的評價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